嗨 你們好 我是去年大概六月進調整站的 然後就是當初去的話是一位朋友說 有這樣的一本就長生學這個知識 然後這種條例的中心 然後我一個就問的反應是請問要錢嗎 對 然後我朋友就說我不用錢 那我說好 那我去看小田一燈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去的時候就 他們就說你要坐兩個小時 那我就說兩個小時好長喔 就是兩個小時你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讓別人拉去旁邊 那其實說真的坐兩個小時真的好累好累 那我剛開始的時候我四個月月之後 我其實有點想放棄 那因為真的很累兩個小時都坐在旁邊 然後可是我又想到就是幫忙調理這個事情 其實都很辛苦的站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手舉起來舉一兩個小時 那你感覺上說我是被調皮的人我都 不能好好的熬下去 那怎麼對得起他們 所以我就咬緊牙關熬下去 那還有就是我的反應很大 我雙臟麻痛基本上我都有 過程真的我自己我很辛苦 我真的很辛苦 可是就是師兄姊姊姊姊也不斷地理我說 就是盡量地繼續下去吧 高下去吧 可是慢慢地做了幾個月之後 發現自己的精神真的好了 就是當然不是說你痊癒或怎麼樣 只不過說因為我有頭部受傷 就是跌倒撞到頭 然後我精神非常不好 然後我的經歷非常的糟糕 可是忽然間有一天發現 自己精神真的好了 然後經歷當然說不說太好 但是還是不說 至少我能夠以精神感激中 然後其實我也想掌談這次機會 很感謝 首先感謝老師 就是說真的 風聲浮浮的從台灣來到多倫多 然後把這樣好的長生全哥 帶來多倫多 然後就是讓我們大家都能夠有機會 知道這一門的條例 然後還有很感謝 調整站的站長們 跟幫忙調理的師兄師姐們 真的很感謝你們 就是不論風多大 雪多大 以及下落 讓你們每個星期都很盡量地 來幫我們調節 我深刻想說什麼 謝謝